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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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转剧情电影《情不自禁》 幸运小白 影片讲述了卖盗版观点的卧底 小白被贩毒集团追杀 并将关键线索寻呼机 扔在了女警察小黎的口袋 小黎因此卷入了这个图案 并在最后关头被小白神明相救的故事 2004年转剧情电影《猪七》 饰演创业失败的普通人郭家居 该店讲述了负债雷雷的郭家居 为了给病重的父亲冲喜 除了歌厅小姐冒充女友回家 并举办了婚礼 而发生在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情感故事 2006年3月15日上映 同年主演电视剧《摆蛇状》 该剧讲述了千年蛇妖白树珍 与树珍许珍创业千年的神话爱情故事 由2006年播出 2005年转型改编自统名小说的女国剧《金华烟云线增加山公子增春亚》 该剧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发生在北平增加 和牛家和尤家三大家族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 中国安가는 Ladyred 那么在今次《黑白树珍 Чтобы majorції选金对面举办》 与伦业的情感应电视剧《红一扛线》 之間的山葬故事 於2006年1月播出 2007年參與劇情片《美郎芳》 現演美郎芳的表哥王慧芳 電影圍繞美郎芳和其陰路人秋如白之間的恩怨展開 講述一代軍劇大師美郎芳先生傳奇的一生 於2008年12月4日上映 2009年參演賀歲喜劇《花田喜事》2010年 現花田國尚書大人兒子吳善靖 於2010年2月10日上映 2011年捲動作選一電影《帝國秘符》 飾演七叔工人晨曦 該片講述了七叔工人晨曦的女兒被綁架 最犯想通過晨曦或其他父親掌握的 有關明朝遇期的故事 晨曦和朋友因此捲入了一場 財富與權力的爭奪名 於2013年9月18日上映 2013年捲青春電影《怒飯之青春再見》 飾演中年馬路 在平庸的中年生活中 上映了對生活的熱情 在20年前的初戀女友突然造訪後 打開了青春的記憶 她和老友重組樂隊 重新找回青春的故事 於2014年1月10日上映 2015年昌野巡迷喜劇電影《躺人皆探案》 飾演世諾的養父 K片講述了少年晴芬和 坦人皆第一神探坦人 在7天內完美合作 找到失落的黃金 查出真凶為自己洗心罪名的 坦案故事 2017年捲衣悬疑推理劇《白夜追凶》 一能封死兩局 現影對性格完全相反的雙胞胎 光虹瘋、光虹瑜 K劇講述因為一場滅門場案 讓光虹瑜成為了再好衝擊犯 雙胞胎哥哥 行政支隊隊長光虹瘋 為了幫弟弟洗脫殺人的罪名 雖然弟弟在夜晚 頂屁晃有黑暗恐懼症的自己 兩人連著被發現的危險 一起查出滅門案的真相的故事 2018年捲衣悬群一句《鬼缺燈之怒情湘溪》 攝影蟹魁首成玉樓 K劇講述民國混戰連監 蟹鈴魁首成玉樓 軍閥羅老歪 和邦山道人遮枯哨等 在湘西餅山探秘的傳奇故事 由2019年1月播出 同年軍都市情感清喜劇 逆流而善的 凝聖劉環 領先劉岸的老公陽光 K劇講述了 在城市打拼的金牌女修往 在遭遇失業 懷孕買房計劃落空的一系列打擊後 重新出发逆世突破生活困境 和老公携手时间冤枉的励志故事 由2019年2月播出 童年参演行政剧《重生》 飾演光虹风 该剧于2020年3月7日播出 2019年2月年代叠战剧《局中人》 现盛林该剧尚未播出 童年2月探险选与玩具《鬼吹灯之龙凌迷窟》 现摸金销位《胡八一》 该剧讲述了《胡八一网汉者大金牙被村民锁片》 来到陕西湖南县龙凌一带古墓探秘的故事 2020年4月1日播出 最后让我们一起感谢潘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表演吧 好了 各位观众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哦 这样才能看到最新的精彩名人明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